大家好,我是天天,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归国案例 是一对一点英语能力都没有的一对老人 差不多60和57岁 从菲律宾回国的这个事 这对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约父母 所以他们回国的整个流程我全远程参与了 然后10月20号的机票从马尼拉飞的 但是好多手续从10月15号,16,17号就开始办 所以这一个月以来,就关于他们回国的这点事 也一直是提心吊胆 现在也顺利吧,明天就到北京了 所以今天能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回国的整个的流程 大家也能清晰的比较了解一下 回国的运作,咱们不说花多少钱先 就回国的这些运作,这些流程是多么的反复 非常的复杂 那讲这个之前,我先扯淡 扯淡就是上一期吧 上一期我讲了一下 10月7号双音检测证明的 核酸检测证明回国的政策的事 其实就是分析了一下,现在的回国的政策又收紧了 从之前的这个小飞机,14天的小飞机检测码自己打 到5个1 到这个核酸检测证明 就是不用抽血的这种 一直到现在呢,你还要做IGM这个抗体这个检测的 就是在上一期节目分析完之后呢 好多人也留言,也有人私信 因为我在YouTube中留过这个微信 所以也有人就加来微信 然后呢,有不少骂声吧 就说你分析这个政策,你抱怨这个政策严格 你就是恨国,你就是反贼 我其实一开始我并不太知道什么叫反贼 后来我去也扒了扒,查了查这个什么叫反贼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我只是理性的分析了一下 现在回国的难度 其实并没有表达我任何的态度 当然我的态度我估计也比较明确 就是我觉得有家不让回这个事也是比较搞笑的 反正不论怎么说吧 然后,但是我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 但是就很多人说你分析的这个东西,你就是反贼 我觉得吧,有的时候他们 有些人吧,他表达的在这儿不是他的观点 而只是他的情绪,只是他的情绪 没准他只是嫉妒你,能在国外工作,国外生活 然后呢,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出去了,他就骂你 这是很符合中国人人性的一个特色 就像你跟你的很多朋友,其实都是这样的表现 就是你们俩是朋友 但是他挣了钱,你就不开心 你就骂他王八蛋 就是差不多嫉妒的心理 我猜可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人表达出来的都是这个情绪化的东西 另一个呢,我觉得有很多留言的也是真他妈经典 真他妈经典 其中有一个人说 你什么时候 问啊,说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呢 我看底下回复是 什么时候跟台湾干起来了 又需要你们海外华人捐款捐物捐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国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奇才都在这个评论区里面 真的是这样的 咱们回归正题 咱们就是不落线包了 回归正题 先说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回事的 第一个点呢 就是说回国流程呢 你要先确认机票 但是确认机票的话 现在一般两种嘛 对吧 一种是直接买包机 所谓的包机啊 其实他们哪有包机啊 就是商业航班 都是跟这个国家这个航空管理公司 这个申请的 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也不是什么包机 只不过他把自己包装成了包机 让你绝对高大上一档次 你坐着飞机就得贵 但不是 二一个呢 你就是做现在菲律宾回国四大行嘛 下行、中行、东行、南行 一周四班 加起来啊 一周四班 你就可以去买这些机票 但是你一定要预约 一定要预约 我们是五月份就申请了 国航的这个回国的这个机票 最后预约成功 10月20号 10月20号 所以很多人就 你们也不要骂我们说 为什么有八九十这个冲刷期 容易回来 你们不回来 不是我们不想啊 就是没机票 你为什么不买包机机票 对不起买不起啊 这实话 能力有限买不起 所以我就说 所以说 所以说那你想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爱国就得花钱 是不是 对吧 对 你不花钱 不花的五万块钱 你就不爱国 我就是有点扯淡的事 反正 无论怎么说 10月20号 我们终于有两张机票 到手了 我们约的是四张 但只有两张 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先走两个人 但是这个机票呢 如果你预约成功了呢 就是他会给你发一个短信 让你三个小时之内就买 过了三个小时 这机票就没有你的了 所以呢 这个机票的这个 预定成功通知 到你手里之后呢 你就要抓紧 先把这个机票买了 所以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步 就是确认好了这机票之后 就赶紧把这个机票 这个直接买下来 那第二步呢 就是因为 很显然 我们那时候还不用做 这个双音的这个 这个核酸检测 这个正能的这个 这个工作嘛 这个过程 所以呢 我们 只需要在三天以内 提交这个测试包就可以了 但是尽管是这样 我们也要预留出足够的时间 就是能去到马尼拉 去做这个事 所以我们 定的是17号的飞机 然后呢 因为还在马尼拉住三天嘛 因为老人呢 肯定是不会这个 不会英文的 所以全程呢 我们来去确认这个酒店 我们当时订的是 机场附近最好的 人家那个西尔顿 西尔顿酒店 当时跟西尔顿确认了 西尔顿有中文服务 其实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收选他的原因 但是到了以后 确实是没有 人家没有 人家说了 其实以前是有的 但是现在我们只有这个 福建化的这个服务 但是老人们听不懂福建化 那个福建那位 他其实已经不是这个 这个华人 或者这个中国人了 他就是可能和几代了 他也不会普通话 所以也没法交流 所以这全程过程中 我们也是跟酒店去 去沟通的 然后呢 把酒店机票 预订完了以后呢 你就要把所有的行程单 全部的 全部的整理出来 然后呢 准备的路上呢 各个什么机场啊 酒店 你都要使用 那么第三一步呢 这个可能有的人不需要 有的人不需要 这个因为他们当时是过来旅游的 所以这个到现在已经 其实签证已经过期了 就之前给他们续过两次 然后再续 我们觉得都没意义了 因为不知道什么能混一起 所以就等着 等着交罚款 我们其实预估 可能今天就走不了了 但是还好 能预约到机票 再预约到机票 所以我们又在移民局呢 把这个 把这个罚款给交了 还好 这个罚款 交的还比较顺利 一共交的大概三万批吧 四千人币 四千多人币 我们还办了一家级 因为 因为这个 他妈的这个 这个这个 航班这个圈信息下 特别孙的 它是提前一周告诉你的 等于中间呢 打你一个错误不及 中间一口的东西呢 你 你办的时间 这个时间就比较紧张 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些成本的支出 这没办法 否则的话 我们就选择正常 正常走 应该据说还能再便宜个七千批 然后 无论如何吧 反正都靠这个 都靠这个移民局走 移民局那边的确认为主 这里说一下插曲 这个当时我们到移民局去办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的人一听说我们要走 然后呢就不断的找我们 干嘛呢 就是都收这个罚款 说他们能去 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收费是五万批 但实际的不用啊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的话 自己去大概能省个两万批 我觉得问题不大 然后第四一步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就是 好多人都觉得 菲律宾这个 这个疫情啊 对疫情的隔离政策也不一样 其实 是误解 是误解 因为在这次回马利亚的时候 也挺有很多东西 也有很多的这个证明要开的 比如说这个 无犯罪证明啊 就是先证明你在本地 没有犯罪啊 注意啊 这个 无犯罪证明只出20批啊 每张证明 然后呢 之后呢 你需要到这个 因为我们在 这个杜马盖地嘛 就是这个 东内格罗省的省会啊 你要在这里面呢 去办那个健康证明 其实就是你 其实就是你需要带着什么 个人的一些这个 这个护照元件啊 呃 带上这个机票啊 酒店啊 确认单是这些东西 然后到这个市政府啊 市政府去办 非常简单 呃 因为门口就撒停的 就是排序一二三 你把这三个都走完了就可以了 然后 呃 主要是有一个大夫去给你检查一下心跳啊 呼吸啊 然后呢 体温啊 这些东西啊 证明你没有这个 呃 明显的这个发烧 或者呃 没有什么 这个心脏啊 肺部啊 没有异常 最后给你开出这个证明啊 除了这个全流程是免费的 然后呢 开完这个证明之后呢 你给他复印几份 然后其中有一份呢 要拿到这个最后一个厅子啊 它是个警察局的派驻人员 这边的警察的派驻人员 他在那边呢 会有这边警察局上的签字 上午 呃 上午你走完这些流程 把东西交到他那儿后 下午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证明 那凭这些证明的话 就可以去飞马尼拉 然后在马尼拉呢 呃 去住宿啊 你就可以入住马尼拉酒店 否则的话呢 你是飞不了的啊 在机场就给你会拦下来 这个期间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手续 呃 在这其中呢 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下 就说如果你从马尼拉啊 或者菲律宾其他的省啊 来我们省的话 不是来我们这个东内格罗吧 呃 也需要进行这个隔离啊 14天的隔离啊 整体的隔离费用的话呢 是10万08千的比锁 啊 其中大头饭费 我看了一眼 大头饭费 大概七万多匹 其他的费用都是很少的 啊 可可贵的是这些费用呢 是呃 省政府给你掏 省政府给你掏 你是免费的 啊 至少在我们省是这样 其他省我不知道 因为其他省也没去过 也没也没调查过 但是我们省是这样 啊 就是你回来这个钱 是省政府给你掏的 啊 所以这里也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上上周的两周前 然后呢 那杜马突然爆发了一波这个疫情啊 有23个人被感染 大概有200多人吧 受到这个隔离观察的这个这个措施 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 我们省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律师 去到马尼拉坐私人飞机去的 然后私人飞机回来的 啊 因为有钱嘛 也有在菲律宾嘛 有钱有势的三大三种人嘛 律师大夫官员嘛 所以就没有给他进行隔离 没想到他就染病啊 就阳性了 所以回来感染不少人啊 但是这是一个小插曲 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无非就是造成我们好几天不敢出门啊 在家等着 那么第七步呢 就是飞机呢 杜马到马尼拉这个飞机上呢 你需要再填写一个健康表 然后呢 这个上飞之前呢 仍然会有这个杜马的医疗官呢 去给你做一个身体健康的检查 筛查 如果有病的话呢 他就会拒绝你飞到 飞往这个马尼拉这个需求 如果OK的话呢 你可以去飞没问题 没问题 那其实到达马尼拉以后呢 就相对简单了 把你那个这边的开提医疗官的证明呢 这些检查呢 交给这个马尼拉的机场人员 我们呢 也是因为知道两位老人呢 在马尼拉的出租车是很坑的 就是知道马尼拉很坑嘛 所以我们也是提前联系好了包车 其实当时我也找了几个马尼拉的华人朋友 但是人家都不愿意管 我也能理解啊 因为怕得病嘛 对吧 不愿意管这个事啊 虽然我给了很高的价格 3000匹单程 因为去过马尼拉的 应该知道希尔顿酒店 就在马尼拉的这个机场的边上 虽然它非T2 但也就是不到5公里的距离 然后没办法 我们找一个菲律宾人吧 然后包车500匹 最后我都是按1000匹支付给他的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司机还是比较贴谱的 在马尼拉能找到一个贴谱的出租司机 我觉得这个比中一个彩票的二等奖吧 要难一点 最后呢 就是去这个酒店的这个住宿 最关键一步呢 就是说要跟酒店沟通的是呢 这个核酸检测人员要上门服务 因为是这样呢 因为老人嘛 他不会英语 不会英语这个语言嘛 所以这是一个挑战 因为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己去 这个核酸检测的机构去做 虽然有一个机构就在这个机场附近 所以我们就当时其实也是联系了这个核酸 就是核酸检测的机构 在马尼拉地区应该是五家 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来 虽然他们有上门服务 但是没有人愿意来 为什么人太少这两个人 他们要求 最少的要求要五个人以上 才能上门服务 即便我们愿意给到五个人的钱 给到四万批 但是对方也不愿意来 但是对方也很明确地 给我们推荐了一些中介机构 让我们去联系他们 然后再来这个做 就是他们可以负责这个核酸 最后其实我们找了一家 还行吧 就是一个人多加大概3000批 一个人多加3000批上门 然后通过我们跟酒店沟通之后 然后核酸检测人员 是可以到房间里的 他房间里直接做核酸检测 这个没问题 然后结果出的也很快 我们当时定的是一个12小时 24小时的报告 因为我们预留三天 我们觉得24小时足够 但实际上报告也就八个小时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在第二天 也就是因为他们20号的飞机 我们是19号 就开始提交这个早上 很早五六点钟就开始提交的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证明 大概是下午4点多 给他反馈 不合格 不合格 我们就很着急 因为后天 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 所以我们就很着急 我们就联系这个使馆的审核人员 想知道就是问题在哪 问题在哪 因为他那个不合格的话是红码 就是HS那码不是绿的是红的 反正这也没有联系上 后来我们研究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核酸那个报告 因为我们用那个图不清晰 所以后来我们又把那个图修改了一下 然后提交上去 大概再等了三个小时 这个等待过程中 这个码是黄颜色的 等待了大概三个小时 然后就OK了 就成功了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 就是等着去机场 把马尼拉机场回国 对 然后就给第八步 你看说到第八步 这才是可以刚刚离开菲律宾 第八步呢 就是从机场 就是从酒店 就做好所有东西 退好房 拿走押金之后 还是那个司机 然后送到这个马尼拉机场 然后就办理这个机场的手续 这个机场呢 反正人挺多的 所以大家去那儿呢 最好穿个地服 也不要着急 耐心等待 办理的时候呢 你同时需要这个 处具这个绿色 动态软码 而且你还要把这个 核酸这个检测证明 采打出来 采打 一定要记住 采打出来 带到机场 然后呢 才能做这个安检 因为他们在这边呢 是超期了 在菲律宾这边呢 就是待过半年了 所以他们还要做一个 ECC的清关 清关费用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是1210笔锁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卖我5000笔锁 这个清关的费用 怎么说呢 把他当朋友 我说卖5000呢 有点可以啊 这个刀子有点狠 其实本来我说 要是两三千 我就给他办了 然后这是一点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还有一个华人吧 同班 同样班的华人 找我岳母说 因为我岳母 姿势比较大嘛 找我岳母说呢 就是他的这个钱呢 都花完了 然后呢 随身的钱都花完了 还有 还有钱呢 在这个箱子里头 希望我岳母呢 给他先把这钱垫上 我岳母心情比较好 就把这钱垫上了 然后最后这个钱呢 没有还给他 没有还给他 然后 然后这个 也就算帮他吧 也就算帮他吧 但是我觉得 操大点的是什么呢 说如果你没钱 你可以借 你可以加微信 以后再还 对吧 然后你就说 你钱在箱子里头 然后呢 最后 下飞机了以后呢 我岳母还找了他 然后呢 问这个钱 能不能还 他就说没钱 我觉得 挺操大的一个事 这一个小插曲吧 然后呢 最后就是 去登机口 然后呢 填各种的表格啊 然后呢 这个 拿到最后 最后呢 就是通过你申报的 这个健康状况吧 还会给你一个二位码 然后拿那个二位码 才能登机 至此 终于可以 回国了 开始上飞机 走上了这个 踏上这个回国之路 经过这个 反正就是这几个小时 飞行吧 四五小时 时间四个小时吧 应该也不太长 反正 机场 大家都穿隔离服 我和岳父母 他们穿着雨衣 事实证明也没问题 航班上 我也没听说 最后 反正他们反馈 也没有这个得阳性 反正到国内以后 你就正常入境 填各种的表格 就是核酸的这个检测 血清检测 在国内就有 国内做的 整体的这个检测 大概是三个小时 然后会有这个大巴车 然后拉到这个 这个隔离酒店 因为他们是订的国航 国航是非这个 原则上非北京 但是呢 因为这个 这个疫情原因 现在非青岛隔离 所以他们做的青岛 酒店也不贵 280一碗 标签 280一碗 原则上是不允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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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两人同住的 如果你同住的话 你必须有这个结婚证 但是谁他们出门 带着结婚证出来玩 对吧 没有 然后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岳父呢 有心脏病 糖尿病 高压 然后呢 所以就 把这个事说了 说 这个人必须要 有人照顾 这才允许 他们俩住一个房间 饭费呢 一人一天一百 接着俩人呢 就是两百个钱 反正吃着饭呢 就是盒饭 咱也说不上好 也说不上不好 但我能跟你们保证的是 肯定比菲律宾的饭好吃 所以说菲律宾的饭多差 这也就算 反正 10月2号走了嘛 到今天呢 14天呢 这个隔离生活也结束了 明天就可以走了 但是到北京呢 因为 因为我还没回一线 所以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岳父母的反馈是说 他们是有一个健康码的 健康码绿色了以后呢 才能什么进超市啊 坐公交啊 就是去公众场合很多地方 公园什么的 然后呢 但是现在呢 回北京之后呢 那个健康码呢 是红色的还是黄色的 反正肯定不是绿色的 说回去以后先要到局委会报到 报到完以后呢 报到以后呢 然后呢 还有一个7天的观察吧 在家自己自我隔离吧 当然你也可以出去溜达啊 但是你哪也去不了 就也没法送公交车 我们家没车啊 因为这他妈要号 我们全家六口 对吧 要号已经快 他们摇一个时机了 加起来的 以及起来 也没有 也没有一个车牌 买不了辆车 然后所以 基本上也没有 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也都准备 从京东上去给他们购买 然后其实这就是基本上啊 一个从菲律宾呢 回国的一个一个 全部的流程 就是证明的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流程实在是复杂 实在复杂 其中最费心的地方 就是因为两个人 这个我孕父母 他们不会英文 不会英文 所以远程都是我们去操作 跟机场的人员 语音沟通 跟这个车头的司机语音沟通 跟这个酒店语音沟通 全是我们来 然后有的时候 还好吧 总之一些顺利 他们落到北 落到这个清早之后 我们也就踏实了 因为在国内 最起码他们能说话 能沟通 我们就踏实了 所以说 这个回国不容易啊 就是整个全套操板下来 那最后再得不一点事啊 大家肯定关心这个 这个钱的问题啊 然后简单跟大家算个账 回国的机票呢 两个人是17322块钱人民币 马尼拉酒店呢 是3400人民币 然后 吴图马盖地两个人飞这个 马尼拉呢是800人民币 在马尼拉的这个时速啊 车费差不多是1000人民币吧 回国隔离呢 回国隔离呢 因为标尖14天 280 差不多 算下来是 3000 4000个钱吧 也还行 饭费呢 2800 一人100嘛 14天 因为 其实算没给那么多 因为给了2600 2500多块钱 因为有几天那个饭呢 是搜的 这个不敢在国内说啊 反正有就馒头啊 是搜的 米饭是剩的 有那么两次 也就那么两次吧 咱也别太说 反正 所以就退了 那边还就把这钱给你退了啊 这个 四五块钱 一顿 反正退那么几顿饭 所以稍微便宜一点 反正总体吧 这次回去呢 连准备啊 各项措施啊 然后装备吧 一共大概花了不到 三万五千人民币吧 差不多 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还行 因为正常情况下 如果买包机走的话呢 两个人怎么着 也得奔五万到六万 这个区间去过去了 因为包机的机票 基本在一万八九 菲律宾回国内 所以 怎么说呢 套财免灾吧 先弄他的事实回国 然后 我们也就踏上很多了 给 您 您 þ